《東俄音樂體驗館》 在這裡介紹平台鋼琴的用途 還有平台鋼琴跟直立琴鋼琴的構造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那首先我來介紹平台鋼琴的用途 在我身旁就有一台平台式的鋼琴 它你從它外觀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一個典雅大方高貴的一台樂器 所以大部分平台鋼琴 它用在國家音樂廳 或是禮堂的機會很大 那另外有一些鋼琴的老師 或是說鋼琴音樂系的學生 因為他學樂器已經學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需要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鋼琴 才能表現出他所彈奏的一個音色 或整個樂曲的感情 所以他也需要一台平台式的鋼琴 來讓他發揮來表現一個樂曲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說平台鋼琴 它所用的材料 當然平台鋼琴跟直立鋼琴 因為價格上面的關係 因為形狀上面的關係 所以說他所用的材料 會比直立型鋼琴要好 此外他所用的加工的方法 也會比直立型鋼琴要好 因為要展現出一台平台型鋼琴的音色 你需要好的材料 好的施工方法 才能夠展現這台鋼琴的音色 我利用這兩個模型 來比較直立型鋼琴 跟平台型鋼琴 它們之間的構造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在我前面這個模型 是平台型鋼琴的打旋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音錘的運作方向 是以上下方面來運作 它由下往上打到旋 那我另外一邊 這個模型 它是屬於直立型鋼琴的打旋系統 那大家看它的音錘的運作方向 它是由後往前打到旋 的由後往前的運作方向 那之所以會有 平台型鋼琴的音錘由下往上打到旋 跟直立型鋼琴的音錘由後往前打到旋 之所以有這兩個不同的運作方式 是因為平台型鋼琴它的響板 它是水平的 那既然它是水平的話 音錘一定要由下往上去打到旋 那直立型鋼琴它的響板 它是垂直的 既然它是垂直的話 它要打到旋 一定要由後往前去打到旋 所以說直立型跟平台型 它們兩者之間的構造 一個很重要就是響板 一個是水平的一個是直立的 音錘一個是由下往上打 另外一個是由後往前打 它們兩個之間不一樣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就到了 我要是否能用在這裡 我的手裡面 你的手上 在這裡 它的縫線 至於樓的鋼琴 就是靠近的手上 叫做招動 你也想讓自己